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督工 你认为怎么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呢 我先回顾一下事情经过 唐某和拉姆是自由结婚 但是婚后长期对拉姆施加暴力 之前拉姆曾经和唐某离婚 但是唐某用孩子威胁拉姆 说如果你不复婚就杀孩子 拉姆被迫回来结婚 复婚以后 唐某继续殴打拉姆 打到骨折 拉姆再次离婚 离婚前后 拉姆多次报警 警察到场看到一部分争吵令容是关于孩子的抚养权 认为这是家庭纠纷 没有深管 最后唐某觉得无法挽回婚姻 带着汽油和刀具上门 要杀拉姆的全家 只是因为操作失误把自己也烧伤了 才只烧死了拉姆一个人 具体到这件事 金川县的警察和全国大多数基层警察一样 只要看到是有一点家庭纠纷的迹象 就认为自己找到了放手不管的最好借口 淡化暴力的严重性 但是就算考虑到我们的社会对家庭纠纷的容忍度更高 拉姆的骨折伤害就在脸上 非常明显 看到明显的人身伤害以后 警察还是没有追究唐某的责任 这是典型的实质 当然站在警察的立场上 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的确有很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坚定主张自己的权利 往往是警察认真起来 受害人自己不愿意作证了 把麻烦扔给警察 另外税前消息第八期 我提到了基层警力不足的问题 大多数现代国家是一万人四十个警察 中国只有十几个 县级单位的警察尤其要少 往往是几万人的乡镇只有两三个赛边警察 金川县虽然人口不多 但是地貌复杂 警察巡视整个的辖区也很难 应付犯罪已经很累了 如果要想预防犯罪 实在是力不从心 所以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就如果警方认真地对待每一起家庭暴力 如果警察把每一个犯罪的预兆当真 警察应该用什么样的具体操作来避免犯罪 因为口头发出人身伤害的威胁 本身并不是需要长期关押的重罪 就算是把人关起来 也总有放出来的一天 我们更需要的是在空间上长期隔离两个人 比如说法院发布一个禁令 禁止拉姆的前夫接近他周围500米 但是这个禁令执行起来也很难 如果是设定拉姆的住所周围500米 那等于拉姆走出这个范围就很难保护 但如果反过来 规定拉姆的前夫只能住在自己的家附近 现在的问题是 唐某家里的县城开了茶楼 这等于限制了拉姆去县城的权利 只有对两个人的位置做实时定位 我们才有可能做到全面保护 全面预防 拉姆的前夫威胁了别人的安全 被政府监测位置很正常 如果拉姆自己也需要被监测位置 或者说政府实时监测普通公民的位置 那是不是侵犯了隐私呢 历史上所有的政府对普通公民的责任都限于惩罚犯罪 而不是全面预防犯罪 现在我们希望政府承担从未有过的责任 享受前所未有的安全 就不可能指望过去的体制解决全部的问题 当然我也承认 不应该为了加强治安水平 就赋予政府机关无限的权利 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必须同时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提高水平 硬件上是增加搜集信息的能力 软件方面要提高使用信息的安全系数 硬件方面大家应该注意到了 过去一年 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破获几十年前旧案的新闻 这不是因为警察忽然变聪明了 而是因为现在的计算机能够根据几十年前的旧照片找人 只要被公共场合的摄像头扫到 就算从青年变成老年 警察也能认出来 反过来说 计算机如果想跟踪每个人的去向也不难 最多是需要补充一些无人视角的摄像头 上周还有两个新闻 一个是跪离警察用无人机全程跟拍贩毒残伙的交易 完全没有被对方发掘 另外一个 是高速的监控探头看到了一个司机的车坏了 不知所措 交警用监控探头看到了司机的手机屏幕 远程用广播交这位大爷 上报自己的事务信息 还帮他联系了救援车辆 这说明从硬件上看 全面监控大多数人的行动很快就不是难事了 但从软件方面看 政府掌握这么多的信息隐患也很大 2017年就有个例子 宁波一个人用2000块就买到了前女友的个人信息 上门杀人 这个信息恰恰是派出所民警卖给他的 案件被发现以后 卖信息的警察只判了一年多 而且还是缓刑 倒是那个给两人牵线的手机店老板判刑四年 以现在的信息管理水平和追责情况 很难让我们把信息都交给官方的监控机构 国庆期间还有一个新闻 湖北女民警用公安系统侦查个人信息 丈夫开私人侦探公司到处找人 过去三年 这家人至少偷了27个人的个人信息拿出去卖 甚至要提供个车辆的实时运行轨迹 最后丈夫只判了五年 妻子判了四年 面对信息被滥用的威胁 世界上很多地方选择了放弃新技术 比如说美国已经有三个城市立法 禁止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同时也禁止政府实时监控车盆 禁止政府使用步态识别技术 这其中就包括大城市旧金山 我也认为旧金山市民的担心也很有道理 一方面提高治安水平需要提高监控水平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 全面收集个人信息是一种新事物 不一定能在现有体制内拿出完善的解决方案 前段时间 有个企业要避免用户和雇员之间产生纠纷 预防犯罪 要打算全面搜集自己服务期间的录音 公关部门来征询我的意见 我说你这个方案如果想顺利实施 必须向社会证明两件事 一是公司可以搜集信息 但是在技术上无法自己使用隐私信息 这可能不仅仅是个制度上的安排 还要用一点数学上的加密手段 保证自己享用也用不了 第二个保证是如果因为公共的利益 企业和政府共同开启隐私信息 必须保证只针对特定犯罪使用信息 如果在信息里发现额外的问题 那也不能当作不利的证据去指控用户 这种保证显然已经超出了企业自己的权限 必须由政府和企业共同管理数据 才可能做出可靠的保证 如果我们希望政府全面搜集信息来保证治安 监控所有人的动向 政府自己也要做大幅度的改革 至少要把搜集信息和使用信息的单位隔开 让民众代表充分参与信息安全管理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用数学家出面设计一套监控系统 让搜集日常信息的机构和使用信息的机构隔绝 技术上就不存在直接查看信息的能力 然后由各级人大成立Grammer委员会 掌握个人信息的使用权 每年再根据身份证随即抽取一批公民代表来参与这个委员会 建立公信力 如果公安局和检察院认为 自己有必要使用一部分个人隐私数据 就要找这个委员会申请 或者是紧急情况下使用了个人隐私数据 回头就必须来报备 每一次个人信息的使用都必须有记录 必须有特定目标 超出目标的信息 就算看到了也不能当证据 这些制度如果能够公开透明的运行 人民才有可能信任政府加大监控力度 实时掌握所有人的信息 否则我们也容易像旧金山那样 在滥用信息和禁止新技术之间 找不到合适的平衡点 回到前面的话题 拉姆生活在偏远山区 治安工作本来就不好做 而唐姆放火烧人的场面被镜头直播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所以产生了严重的运行 实际上在镜头之外 中国类似的问题千千万万 有的是被传统伦理压制的家庭暴力事件 有的是被警方忽视的人身威胁事件 我们不能总是等到出了舆论事件在谴责 而是要尽早考虑全面的解决办法 独公177期节目 你评价了电影夺冠和一点就到家 去年国庆后的第35期 你给县里片我和我的祖国 七个短片打分排序 刚刚过去的国庆 我们还有一部全国上映的县里片 我和我的家乡 独公你怎么评价这部讨论农村问题的短片合集呢 去看这部电影之前 我在朋友圈看过一句话影评 有个朋友说 五个短片五个家乡都在搞旅游 说明农村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了 我去看了一下发现我的朋友有点夸张 五个家乡其实只有三个半在搞旅游 但是完全不搞旅游的那个农村 的确没富起来 剩下四个乡村搞旅游就有进步 如果一半搞旅游 一半动苹果 就必须指望本地出一个无私奉献的大资本家 再出一个全国带货的知名主播 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所以我那个朋友的总结大方向也没错 90年代我也看过很多乡村题材的主权的影视作品 那个时候给出来的农村致富方向 几乎都是搞乡村企业 产业升级 最起码也是搞农产品的深加工 现在这部电影 五个家乡分别选的东北 西北 西南 东南 再加上北京南部的中原地区 显然是专门筛选过的故事 要代表全中国的农村 结果除了一个宣传医保的故事 其他四个故事都指望搞旅游致富 这说明绝大多数农村的确搞不了现代产业 连导演和编剧都私心了 我也看了我和我的家乡 其中第二个故事是天上掉下个UFO 最后搞了科技产业区 那这算不算现代工业呢 这个故事和美国搞的超级英雄电影黑豹一样 貌似描写了希望 实际上说的是绝望 电影黑豹说非洲有个黑人发达国家 马卡达 依靠独一无二的矿产镇金来维持现代社会 这个电影翻译一下 就是除非上帝从天上撒资源 黑人国家才能富起来 天上掉下个UFO 这个故事选择我去过的三都县 落后的山村靠一个虚假的UFO照片搞旅游 所以极力阻止外来的调查组接近真相 最后调查组发现 外星人是假的 但是飞碟是真的 乡村发明家真的搞出了反重力飞行器 所以可以把同利亚从山对面运过来 当然也能支持一个科技产业员 财富爱情双分手 这个故事的合理性完全依赖于农村铁匠作坊造飞碟 如果你相信天天搞直播的发明家能够造出飞碟 农村就能搞科技产业员 否则还不如借钱造其境搞旅游靠谱一点 几乎所有人的家乡都选择了旅游业 那旅游业到底靠不靠谱呢 全国的农村都指望旅游致富 最大的问题是谁去旅游 第二个问题是谁来建设旅游基础设施 如果人口稀少 还拥有全国独一万的旅游资源 这搞旅游业单纯搞旅游业还有机会 现在电影讲了一个全国农村普遍搞旅游的故事 遍然是99%的景区都亏损 投入越多亏损就越多 今年夏天靠近北京的著名旅游区野三坡破产了 欠债9个亿 野三坡的位置在太行山和燕山交汇的地方 山水景观丰富 距离北京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只有80公里 还拿到了上亿的投资 这样的地方搞乡村旅游还是搞不下去 其他想搞乡村旅游的地方都可以掂量一下 自己到底比这个野三坡能强到哪里 之所以纯搞旅游业不能致富 是因为旅游收入依赖于优客数量 优客数量多了 就必须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来提供服务 但是旅游往往具有季节性 按照高峰期流量建设的基础设施 平时也要花钱维护产生巨大的浪费 所以旅游业搞得好的地方 往往也是工业发达的地区 平时本地有工业物流 也有工业人口消费 可以承担基础设施的维护费用 在这个基础上搞旅游 基础设施的维护压力小 算是挤上天花才有希望赚钱 比如说2018年 国际旅游收入最高的国家是美国 其次是西班牙 中国的国际旅游收入 只能勉强和日本打平 我的家乡承德 是中国最著名的旅游区之一 有皇家园林 有皇家的草原猎场 也靠近北京这个最大的优客来源 隔几个月就会因为环保问题 被北京敲打一通 但是承德整个地区经济的核心 还是钢铁引炼 没有旅游业 承德经济可能会受打击 但如果没有钢铁行业 承德经济会立刻破产 这都说明旅游本身是工业经济 和社会管理能力的付出品 《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 默认中国农村基本不可能自发搞工业 全只往旅游业翻身 但是脱离工业的旅游业 几乎注定没有好下场 所以电影必须完全放弃现实逻辑 努力拍一部搞笑的荒诞剧 大家去看这部电影 不带脑子笑一笑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要把类似的故事 搬到各自的家乡 必然会制造现实的悲剧 另外《我和我的家乡》 还有一部不讲乡村旅游的短片 葛优想展示农村新农河医保的优点 先是用自己的医保卡 给农村亲戚看病 失败以后只能自费做手术 在结尾 两个人听说农村也有医保 抢着去村委会 问新农河医保能不能报销 然而他们这种 自己去北京看病 不开转转这名的大量医疗 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 能报销50%就不错了 甚至只能报销20%到30% 所以两个人没到达村委会 剧情就强行结束 影片不敢展示的部分 恰恰是中国农村的核心矛盾 去年的国庆献礼片 我和我的祖国总共有七个故事 除了白肉流星不知所应之外 其他片子勉强可以看 其中两部可以评优秀 两个短片可以评及格 今年我和我的家乡五个短片 只有开脱和结尾两个故事勉强及格 其他故事的尴尬程度 压倒了搞笑段子 是副分 当然这也不是编剧和导演的责任 剧组硬是要讲一个 能致富翻身的神话 要给年轻人一个回乡生活的理由 这就免不了因为命题作为 硬插进一些尴尬的段子 希望明年的县礼片 能够给剧组多一点自由度 也许电影水平有机会触地反弹 上一期节目 我和大家分享了 中国无人艇军民两用的故事 昨天我又看到了几个 跨国的军民两用相关新闻 大家都知道 现在阿塞白江和亚美尼亚 在争夺纳卡地区的土地 爆发激烈战争 阿塞白江大量使用无人机 进行侦查和攻击任务 弥补了自己陆军战斗力的不足 但是阿塞白江是小国 基本上没有航空工业 它的靠山是土耳其 也不可能无限提供装备 为了保证空龙无人机的数量 阿塞白江把大量的旧飞机 改造成无人机 最主要的改装对象 就是安二克机 这种二战末期定型的双翼机 当然不可能是空战主力 但是好在数量多 而且便宜 可以做一次性消耗的侦察机 如果发现目标 就带着炸弹撞上去 就算被防空火力打下来 也正好用来暴露对方的防空阵地 要是能换一发防空导弹 那就赚大了 现在阿塞白江的旧飞机 也消耗差不多了 就算是安二飞机 也没有办法保持无人机的数量优势 所以进攻受阻 同意停火 说明无人机的确是 未来战争的主要消耗品 10月9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企业宣布 飞鸿98无人机运输机系统首飞 是国内首个运行航线飞行的 大型无人机运输机系统 这种飞鸿98无人运输机 在2018年就上过新闻 从当时的视频可以看到 这是从老式运武飞机改造的无人机 运武飞机就是前苏联的安二客机 中国仿造 就是阿塞白江现在一线实战的无人机 90年代中国空军面对美国和台湾的潜在威胁 没有优势 当时很多军事杂志都设想 把大量的老飞机改造成无人机 如果能替代航航导弹最好 替代不了 能吸引对方的防空火力也不错 掩护少量高科技装备进入攻击半径 到了2020年 中国是全世界无人机数量最多的国家 如果真打仗 不需要再改造老飞机上战场了 但是没有想到 阿塞白江替中国落实了当年的想法 希望我们中国的老飞机归宿都是送快递 好 180系税前消息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周五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